欢迎回来,感恩您点进来我的视频,我今天会分,想简单一做的电饭锅香茅鸡食谱,希望大家会喜欢 这个香茅鸡食谱记得要收好,在忙碌的时候可以很快就做好了 这道蒸菜鲜嫩入味一点也不油腻,记得要剁煮米饭了 赶紧关注我的频道顺手收藏食谱了,不然还真怕你找不到我了 五股鸡腿肉 香茅 姜 鸡肉下调味料腌制半个小时 调味料为一茶匙盐,一茶匙酱油,食用油 泥上食用油抓匀放入冰箱血藏腌制入味 香茅洗净拍扁备用 香茅洗净拍扁备用 香茅面 香茅 姜 鸡腿,香茅和姜片放入电饭锅内 按下煮饭键 鸡煮好后不要打开盖子,让鸡肉焖10分钟 一打开盖子就可以闻到香脓香茅鸡味道了 鸡腿切成小片 我用剪刀也可以轻易剪开真的嫩滑多汁哦 香茅可以加出来丢弃 我没都因为这样摆盘很好很好看 可以开吃了,看了就很有食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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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年过节不要只是做白斩鸡 试一试这一道香茅鸡吧 给家人不一样的惊喜 鸡肉肉质嫩滑多汁,酱汁开胃下饭 鸡肉还有维生素B,B等,蛋白质的含量比例较高 种类多,而且消化率高,很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 鸡肉对营养不良,胃寒怕冷,乏力疲劳,月经不调,贫血,虚弱等有很好的食疗作用 每次吃到加入香茅的料理,味蕾仿佛飘洋过海飞到东南亚 香茅细长,形如精葱但根精偏硬,还有跟柠檬皮一样的成分 柠檬泉,因此散发柠檬气味,又被称为柠檬草 香茅功效一,减肥,香茅含有柠檬泉 有研究证明柠檬泉可有效对抗肥胖,防止腹部脂肪积聚 促进燃烧存储体内的能量,有助健康的新陈代谢,并增强体内脂肪酸的氧化 香茅功效二,排毒利尿 香茅具有利尿作用,可帮助身体各个器官,例如肝脏和肾脏排出有害物质 增加排尿的数量和频率,有助降低脑酸水平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食谱分享,别忘了要把这美味食谱分享出去给家人朋友哦 喜欢烹饪的朋友,不妨考虑关注我的频道,有更多美味食谱哦 如果可以,请给我一个赞,是给我最大的鼓励,感恩大家 还没有关注我频道的朋友,也别忘了要关注哦 怕您要做这食谱的时候,找不到我哦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晚上八点半为英语版本,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我的频道有三千多个食谱,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我喜欢简单食谱,因为我相信美味的食物也一定要简单,可以快速完成 毕竟每天的事情已经这么多了,对吗? 我的频道里还有更多美味的简易食谱 有兴趣的朋友记得也要去看看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了 我们下一次吧,讓我来看看